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动漫玩玩玩 今天我们要评论的就是这一款 黑暗迪迦 咱们先看看他在剧中的表现吧 黑暗迪迦是3000万年前的四大黑暗巨人成员之一 是超古代时期的最强黑暗战士 后来被幽灵感化 气焰投明 在3000万年后 大古用黑暗神光棒变身 黑暗迪迦再次出现 最后他吸收了超古代战士的光能 成为了闪耀迪迦 大家感觉怎么样 看完了他在剧中的表现以后 有没有很期待呢 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这个模型吧 在制作水平上 它也是软胶材质制作的模型 但是相比于其他奥特曼来说 黑暗迪迦的这款模型还是很不错的 软胶模型一脉相传的三开口设计 两个胳膊 还有身子 只有这三点是可以相互移动的 黑暗迪迦就是一个黑色 这个模型也是大面积的黑色 相比于光明战士迪迦 黑暗迪迦和光明战士迪迦的区别 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除了颜色以外 其他的所有细节都相同 最后呢就是它的价格了 这款模型各位数的价格就可以买下来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相比于其他的软胶模型 迪迦的做工做的还是不错的 抛开它可能在色差上有一点问题以外 没有其他太大的瑕疵 当然最后要提句的就是 迪迦的人间体 大股确实是最帅的人间体 这一点除了东方太郎 可能可以比肩以外 其他人都比不了 所以这可能也是迪迦人气高的原因之一 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喜欢的玩具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著名模型名称 型号 厂商 没准下一个进行评测的模型 就是你提起的